素描在中国话里面要不要 这个话题呢 我觉得确确实实还是值得我们慎重的来提的 崔主桌先生呢 他提出中国话里面不要素描 然后徐悲鸿的这些弟子呢 强烈的提出为什么不能要素描 素描是多种多样的 中国话里面 现代中国话里面如果缺少了素描 你想想怎么会产生我们 现代的中国话人物化的进步 我觉得这些话都是很有道理的 崔如卓先生呢 他主要从事的是花鸟画和这个一部分山水画 恰好呢 中国的花鸟和山水画 真的完全不要素描 一点问题都没有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千千千里马 今天呢 我们跟大家说一段 就是崔如卓先生和这个徐悲鸿的很多弟子 对于素描的态度问题 这个我看到一个视频啊 就是很多的徐悲鸿的弟子 比如说侯一鸣啊 杨先让啊 等等 很多 对于崔如卓先生提出 中国话人不要素描啊 提出了很多的批评 那么中国话要不要素描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呢 你不能是空谈 它是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 刚才我说了 在咱们中国话的花鸟画和山水画里边 完全可以不需要素描 因为素描的基本的这样一些原理 就是透视 它的阴影都是次亚的 如果没有了这个它的严格的透视 它的这个素描基本上就不能成立了 那到底是什么是透视 我们中国话叫做散点透视 西洋的话呢 叫做焦点透视 这是我们大家对这个透视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西画里边的素描的透视啊 和中国话的透视 散点不散点透视 我觉得完全还不能说是一回事情 西画里边的透视 相对来说 它有比较科学的一些方法 那我们中国话的这个所谓的三点透视 还是什么这些透视 我觉得跟西洋话的透视是没法比的 它不是一个概念 比如说我们画人物画 比如说画一只眼睛 那么西洋话的这个眼睛的透视 它画的是非常准确的 那么这个准确的画法 也是在不断的进化过来的 最早的原始的绘画 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绘画 画一只眼睛 比如说画一个侧面的人像 这个人的眼睛怎么画呢 画的是正面人的这个眼睛的画法 那么在古代的希腊里边的绘画是这样 那么中国的画里边也是这样 把一只眼睛能够画的具有立体的这样一个透视性 那么西洋话里边是最早完成的 这个是没有商量的 这是一个事实 西洋话里边的这种焦点透视方法 它具有一定的假想性的科学 这个视觉性 这个我们应该承认 但是呢 西洋话的这个透视 它在有些领域呢 用起来特别好 比如说画建筑啊 等等 精确的画人物画等等 那么作为绘画的样式来讲 那么对于画好写实绘画 西洋话的这种透视 确确实实是非常好用的 那么我们中国画呢 它也有自己的透视 但是它的细节里边 它的精确性里边 它缺乏的是西洋话里边那种 那种绘画的原理性的 就是假设原理性的 那种立体感性 这个你没有商量 所以我们中国画的人物画 你画不了像西洋话那么精确性 所以我们引进西方的绘画 改造中国画 尤其是对中国画的人物画 是有重大意义的 这个是没有商量的 但是呢 我们想用素描画出立体感来 它是多种多样的方式 不只是什么黑白 五调子等等这样的画 它重粹的用线条 重粹用线条 完全也可以画出来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重粹的用线条画出来 你靠什么 也是靠的是它的那种 透视的那种原理 我们中国画没有这个原理 对不对 所以说借助于素描画好中国画 尤其是人物画 它的意义是不言而语的 那么现在我们的大学里边 招生啊什么 考的这个素描啊 这就是一种简单的 我认为是太大众化的一种 简单的素描的方法 那么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要发展中国画 对不对 你即便是画人物画也好 西洋画也好 你跟油画的素描应该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们就是在初期的学习 西方绘画的改造中国画的时候 也是有所选择的 你比如说西方画家有一个叫安格尔 安格尔的线条 它就比较接近于中国画 但是我们仔细的来分析 安格尔那种线条的结构 比如说人物画的一折的这个结构 衣服里边这个结构 它跟咱们中国画的那种一折的结构 完全不是太一样的 中国画的那种线条 一折的结构的那种原理 它也是非常精彩的 它比西化的重粹的线条的那种结构 形式感更好更精彩 所以说我们学习素描 还是要把中国画的优质的东西 结合起来 我想这个比较好 但是我们引进西化以后 就完全把中国画优质的东西给排斥掉了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地方 你不论是画人物画还是画其他的动物画等等 如果把中国画优质的核心的价值的东西丢掉了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不可取的 崔如如卓先生提出 废除这个素描画 他也有他的道理 但是我觉得呢 你不能说我站在一个花鸟画 或者山水画家的这样一个角度上 把西洋画里边的这个素描 完全给排除掉 这个也是不合理的 对吧 他人只是可以公寓 我们要利用它 要借助于它 把中国画做得更好 而不是说 素描不适合我 我把它完全的剃掉 其实你剃掉不剃掉 跟素描也没什么关系 他素描还是他的素描 西洋画还是西洋画 中国画还是中国画 我们要把中国画画的更优质 你比如说在人物画里边 如果我们才用了透视 画一些历史性的重大题材 那么你的写实性就增强了 你的写实性增强了 这个历史绘画 他要的就是这个 对吧 你如果画的就是 没有办法画的 比较的真实 透视感啊 立体感啊 没有那么好 这种真实感度呢 就会降低 它的表现力也就会降低 但是在山水画里边 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要分啊 我觉得崔如卓先生提出的 他有他的道理 但是呢 你不能因业废实 不能因为说 有些素描在 画鸟画里边啊 或者是在山水画里边 不适合就认为 全部把它废掉 这个也觉得不合理 我觉得素描并不影响中国画 当然我们要慎重的 正确的来消化和理解这些素描 产生出新样式的中国画啊 既有新的这样一些表现力 又有中国画的特色 这是需要画家的实践当中来解决的 我们已经产生的这些画家 就是在作品里边体现的比较好的 我觉得也不是太多 尽管我们产生的像何嘉英 像王国芳 这样一些画家 他们也实践上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但是呢 你就要知道中国画里边 讲究的东西是比较多的 就是叫做行神兼备 重在传神 那么即使我们在写实上 我们上去了 这个传神的也是很要紧 因为绘画 尤其是人物画 动物画等等 传神是核心的核心 你即便是画的很写实 如果不传神 什么样的绘画作品 都不是好的作品 中国画是如此 西洋画也是如此 好 今天就这个话题 我们就说到这里 这个话题也不是一个 什么新鲜的话题的 但是我们跟大家交流的一个 分享和交流的一个要点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冷静的 来看待这个素描和中国画的关系 最主要的是看你要画什么画 你如果画的是花鸟画 你不学西方的素描 完全可以 画山水也是一样 完全可以 如果你要是画的是人物画 你要不学这个素描 你要画现实主义的写实题材 那你想画好 这个是非常大的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发表您的看法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